萊拉作为四星最强洞斧 抽到不会玩可不行 我让你完全明白一下 嘻嘻嘻嘻 萊拉的战技拥有极高的互动量 并且还能无份刷新 因此技能加点 战技大于大招大于普攻 除了战技都可以不点 同时互动量是根据生命值计算的 因此萊拉的培养思路就是 无脑怼生命值即可 非常简单 武器推荐 圣险之药 叛烟结律等能提高生命值的武器都可以 自选提高功能性的武器 比如吸分剑 但是没生命值加成的武器 随便带带就行了 实在没什么合适的了 圣险物主要选择生命杀杯冠 副此条歪生命值即可 非常简单 圣险物特冲效果 首选二生命加二生命 大幅度增加生命值百分比 无论什么玩法都是无脑怼生命值 前中期也是一样低 萊拉这个角色非常好养成 无脑怼生命值提高互动量就行 不会有先保证三万以上的生命值 要不然可能捅一下就破了 看到这里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 萊拉如何正确培养 请把屏幕打在完全白上 然后我们来聊萊拉的使用技巧 以及配对思路吧 玩弄萊拉的手法是 放完战机后直接下场 大招尽量不要放 容易强反应 除非你玩的是冻结队或是总门队 萊拉的核心是她的战机与天赋一 战机可以根据生命值百分比生成互动量 同时持续时间可以无份衔接 这是为什么萊拉需要怼生命值的主要原因 而天赋效果可以直接提高 助场角色的互动量 非常简单粗暴 但是不多 至于萊拉的关键并座只有一命 但是零命就是完全体了 萊拉的效果可以大幅度提高萊拉的护的量 就是萊拉的配对思路了 萊拉加助场祖C 加祖C反应负C 加增伤或打火机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图片 配对还是很放愿的 队伍缺少生存位直接塞进去就行 非常简单 其队伍的输出手法也是 萊拉先手放战机生成护盾 然后再按照常规输出手法 输出即可 毕竟萊拉的护盾持续12秒冷却12秒 只要不影响祖C的输出 可以随时切换萊拉放技能 看到这里现在已经完全败了 如何正确玩弄萊拉 请把屏幕打在完全败上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精彩内容了 我是攻略旅行者红乌鸡 一概玩游戏的零后帅小伙 关注我叫观众原神门星攻略 点赞到一千我将火速更新 下一期